大家好,我是玛妖姬 今天要来帮大家统整一下 日本8月的观光汇报 内容包含日本观光活动 以及一些感觉大家需要的资讯 还有8月的天气状况 OK,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讲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日本的观光活动 玛妖姬在这边整理了4个 感觉跟大家比较有关心的 第一个是上野夏季庆敌 期间是7月12号到8月12号 已经过一半了 但是还是有尬到8月嘛 所以说还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它的地点是上野布冷池 然后是每天的12点开始 布冷池如果大家不知道在哪里 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只上野公园的介绍 就大概会知道它在哪边 就不会迷路了 然后它是几乎每天都有活动 所以说你过去 不管是哪一天过去通常都会有 它是属于那种 台湾那种夜市摊贩的那种概念 所以我感觉下雨天应该也会有 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 去感受一下日本夏天都在干什么 好吧 然后比较特别要讲一下是 它8月12号啊 有一个叫做什么 子供花火大会 就是小孩子的烟火大会 我也不知道是有国小啦 为什么要叫小孩子 有兴趣或者是刚好遇到人 可以过去看看喔 OK 我们来讲下一个喔 第二个是雨天川的放水灯大会 放水灯大家听到这个 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 所以一定是发生在晚上啦 它的日期是8月10号 然后晚上6点 雨天觉醒 雨天觉醒的意思就是 不管下雨还是怎样 一定会 一定会让它发生 前往方式是前草车站 走出来走走走走走 三分钟 如果还是不知道路在哪边 可以参考埋运气这一集 樱花的路线 就是就是那个头船没有错 去参考看看 就会走咯 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那个花灯如果各位到的话 想要放了 的话 可能只能在现场买 因为它现在虽然已经在贩卖 一个是1720块 但是它是网路贩卖 所以说 只有像买几种住在日本的人 才有办法买 然后各位如果是观光客 只来几天内的话 可能就要去现场 它可能会有个办事处 还是什么地方 你就过去 我要买一个 这样子 应该会有机会 不过如果不想花这个钱 你可以过去感受一下 他们那个方化灯的那些 气氛 台湾照啊什么的 是不是很棒啊 很棒对吧 OK下一个喔 下一个叫做 东京大总阿波舞蹈大会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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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个活动就是 日本人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这样 然后很多人在那边一直走 然后整条马路全部都是人 排得很整齐在那边跳舞 就是日本传统的那种感觉 地点在大总车站 可能比较冷门一点 但是JR来说还算蛮方便的 如果想要过去看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台湾日期是8月23到24 下午5点开始喔 所以不会那么热 各位可以考虑 过去感受一下日本的气氛 OK吗 来我们讲第四个 第四个跟大家最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晴空塔的事情 这样讲对吧 发生在晴空塔 他的活动办在晴空塔那边 通常去日本旅游的人 应该都会去晴空塔吧 如果说你刚好遇到 那不是锦上千花吗 这个活动也是跟上一个一样 日本人在那边笑话 你就在那边感受气氛 这样子 晴空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8月1号到8月3号 所以只有三天 然后如果 刚好这三天有前往晴空塔的朋友 你可能就赚到了 然后第一次前往晴空塔的人 可能会不知道它发生在哪里 大家不要担心 你就在一楼 一个叫做Solamachi的那个商场 在那个商场附近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活动 而且非常明显 因为日本人会加一个舞台 超大的舞台 正方形 然后大家围着那个 在那边 在那边绕 在那边绕 然后就很有日本气氛 所以你不会看得到 绝对看得到 如果你早上10点过去 那刚才没开始 你只能看到一个 空荡荡的舞台 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 晚上大概 6点到8点那段时间 应该会是最热闹 大家可以过去看看 然后顺便上去那个 晴空塔最顶端 就可以看到夜景 这样子 有没有安排得很浪漫 OK 再来我们进入到 烟火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日本7月到8月 最喜欢往天上炸碎机 然后上一集 7月有介绍 一个烟火 它已经过了 我们就不追究过去了 好啊 我们来讲 8月会发生的烟火 大家比较有可能会到达的地方 就是江户川区的烟火大会 它身在8月24号 星期六 晚上7点15分到8点20分 这个地方是免费的 所以一定会人爆多 大家要注意 然后前往的方式是JR的小岩车站 可是走路大概要20到25分钟 因为这个也算是大型的 所以人数应该会很多 大家要注意一下 炭烟火的品质会下降 而且又很热 所以麻油记在这边介绍一个 如何花钱看一个有品质的烟火 叫做神功外跃烟火大会 它是在一个类似棒球场的地方放烟火 所以大家是坐在那个棒球场柜子 然后就很有品质 你知道吗 只是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最便宜的也要9000块 我不知道它那个SSC SSC的A席是什么意思 大家应该有看演唱会有人会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可以很有品质的看烟火 但是你要花钱 然后这个需要事先买票 可能一般的观光客比较没有办法 但是我还要介绍给别人提供资讯 网组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以上是烟火大会的报告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其他资讯好吗 日本最近有一个大新闻 就是新超上路 大家如果到日本旅游的时候 哎 你到了新超 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开心的太整 为什么 因为新超才刚上来 不到一个月 然后很多那个自动贩卖机啊 或者吃钞票的那个机器 它都还没有更新 所以你等于说拿一张很漂亮的钞票 然后光是看它很漂亮 就结束了 所以你一定要请那个店员 帮你换成零钱 你才有办法投那个自动贩卖机 这是马耀机决的最大的弊端啦 但是慢慢陆续就会更换 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只是告诉大家一下 拿到新超 可能会有自动贩卖机不失的情况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第二个 那个PASMO PASMO是一个交通卡 跟SICS一样的存在 PASMO它停售了 看官网确实啊 它上面有写 现在意思终止 意思就是现在正在停止 贩卖给你的意思 然后马耀机的一些粉丝也有帮我留言 然后说 今天好又11号去现场服务人员 说这个东京没办法购买 请大家不要白跑一趟 这一场感受这位粉丝的提供 因为这种东西突然停售啊 这马耀机不可能马上会知道 马耀机不是神嘛 所以各位 PASMO什么时候开始卖 不知道 可是现在可以买得到睡卡哦 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下 马耀机的一些影片 里面有教大家怎么买睡卡 好吗 再来第三个 会发生在八月的事件 而且跟大家非常有关系 为什么 八月有一个超级长连休 叫做奥本休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盆 盆 盆子的盆 然后修 就叫盆修吧 那个日本人盆修啊 最常可以修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最常可以修到一周多 也就是说 这一周呢 大家如果来日本 通常观光区 可能会比较拥挤哦 这样是跟大家很有关系啊 观看来日本旅游 被日本色素挤一个 舒服到那边 所以各位 可以的话就避开这几天 好吗 嗯 好吗 以上是日本资讯 跟日本的观光活动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八月是最热的嘛 日本也是一样哦 八月也是最热的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日本天气的网站 它那个2023年 8月5号是35.9度 8月12号是35.5 8月19号是35.7 大概就是落在35度左右 那麻油机的体感 嗯 确实好像就是这个温度啦 可是说实话 还是感觉台湾蛮的热 所以各位从台湾过来 完全就是 超强金钢区 好吗 大家都是最强的状态 过来日本旅游 不用担心 只是 大家要注意中暑的部分哦 那在这边 麻油机有推荐日本的三个 我们中暑的东西哦 你看 麻油机有去买 然后它好像是挂在脖子上的 因为其实麻油机也没用过 我没有那么容易热 所以 所以没有那么需要 哦 它拿起来就硬硬的 而且我买的是有香味的 它有说 放在一般的地方 它就会自然解冻 然后如果你放在冷准库 20分钟会很快 很快就解冻 冷准库很快 5分钟 或是放在冷气房的话 大概20分钟 然后冲冷水大概15分钟 那麻油机当然是选择5分钟这个最快啦 好吗 等我一下哦 我先把它放在那个冷凍库 6.5分钟后 OK 5分钟的冷凍 现在已经很冰了 现在麻油机拿在手上非常冰 感觉好像在拿冰棒 然后它是放在脖子这边 对不对 这样 哇 它是真的有冷耶 然后 如果你是容易脖子流汗的人 这边就可以被爽到 对不对 感觉现在是在冷气房 所以带这个感觉有点冷 但是如果各位出去观光 它很热在大太阳底下的话 这个东西真的还蛮是 它感觉可以把身体整个都降温 嗯 推荐 可以跟安心满一样 是有香味的 整个就 整个就很舒爽 推荐 这是这个 补充盐分 这个东西哦 如果在药妆店可以看到 夏天它一定是摆在外面 很明显的地方 那麻油机之前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补充盐分 后来查一下是因为 补充盐分可以让身体的一些机能 正常运作 比如说肌肉就比较不会抽筋 什么的 然后这边打开 试一个给大家看好不好 预防中暑就是要补充盐分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小小一堆 有没有 然后 香味还蛮重的 感觉它添加还蛮多 主要就是预防中暑就是要吸一点这种 糖嘛 很像柠檬西的片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没有业佩 我只是看到药妆店之外面 摆哪一个 我就拿哪一个 就拿哪一个来给大家看 不是业佩 大家可以去挑自己喜欢的产品好吗 我只是类似的东西 嗯 真的假的很像柠檬西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好吗 那个 类似狮子巾的东西 然后插上去会很凉很凉 那种东西 它就是一包很像狮子巾 然后我们打开来到底 插插看到底是有多凉好不好 出来 哇 哇 哇哇哇 欸真的 凉 我摸起来真的是凉的 嗯 还有一点冰哦 哇塞 很冰 各位 所以说如果你在大太阳底下观光的话 拿这个纸起来插整个就是超冰超爽的 知道吗 还蛮推荐的 你可以插那些 比较臭的 不是 擦一些比较那个私密的地方 有没有 如果你跟女朋友约会那边地方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味道 你就可以把它擦掉 对不对 而且还很凉 舒服耶 你只要在那个药妆店门口 大概都会看到这种什么 水冷啊 凉快啊 凉爽这种 狮子巾 推荐大家可以去用哦 大概这么大 很大张吗 你脸还要大张 OK 八月会报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祝大家顺风顺水 远游愉快 拜拜 拜拜